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中国升级果王 不说大果了 实际升级果王了 五斤的就五个果 刚好了 终于到了 大家就来看一下先 这段时间一直咳咳咳咳咳 都不舒服的 还没下车啊 公主请下车 许姐问 黑玉米这样子可以卖了没有 这个太嫩了吧 现在我在外面等小季红 他去里面做检查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反正这段时间呢 经常是隔三差五 就是生病的 来这个医院里面看一下先 做一个全身检查 看下吃怎么回事嘛 现在已经是七点半了 我们两个呢 饭还没吃 早餐呢 就吃了一点 那个叫什么 馄饨面嘛 到现在 本来以为 就是我们收工了 本来以为能赶 早点赶过来嘛 早点可以看完 看完就可以回去了 结果现在是下班了 高峰期 开得有点慢了 到这里 人家医院门诊的 已经下班了 然后就到急诊那里去看 不懂怎么说 刚刚他去医生那里看了 医生就是用那个什么 那个听心脏那种 说也没什么大碍的 也没有听到肺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也不懂怎么回事 他就是晚上会咳 白天他不怎么咳 晚上他会咳到那种 像肺的要出来的那种 特别是半夜那种 所以呢 这两天我们 他没睡好 我也没睡好 因为他一 他一咳瘦了 然后呢 我又睡不着了 就这样子 两个人反正都没有什么精神的 所以呢 白天的话 如果有一点时间去休息的话 我都要去谈一下了 因为真的顶顶不了 如果我再垮的话呢 就更那个了 现在只能等他去抽血 抽血然后化验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的 希望我们有什么大碍 希望我们有什么大碍 是吧 出来挣点钱真的 不容易啊 而且广东这边现在的气氛 真的很热 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 我白天 如果我们不直播的话呢 我白天在仓库那里打包的话 我在逛着膀子的那个汗水真的 一滴一滴的往下面流 因为我们那个仓库它是铁皮的嘛 然后呢又没有什么窗 就一个门 前后一个门嘛 不怎么通风的 真的很闷很闷的 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吧 两个小脚可能身体 体质比较差一点嘛 然后呢就 身体就垮了嘛 我可能爱好一点了 因为男孩子嘛是不是 毕竟农村出来的 比较能 能吃苦吧 现在就只能等他 快点单出来 然后呢看一下 如果要住院的话就住院 如果不用住院的话 打针或者吃药呢 就先打针吃完药 咱们今晚看一下能不能开播 如果不能开播的话呢 咱们就推迟嘛是不是 这个钱又不是一天了 种得完的 慢慢种嘛身体要紧 现在去看一下他 那个外缘蛋弄的怎么样